2020的假想敌?朱立伦平杠赖奎火力猛 新北市长朱立伦卸任后的下一步令外界相当好奇,尤其行政院长赖青德上任以来朱立伦就猛攻中央,火力还不小,似乎把赖青德当成选总统的假想敌,两人多次隔空交锋,不过朱立伦对下一步的盘算丝毫不松口 图TVBS。 新北市长朱立伦,下一步12月25日再来思考 现任倒数不到5个月,新北市长朱立伦的下一步外界都在等答案,尤其最近炮火猛烈,全冲铸行政院长赖青德来 新北市长朱立伦,补助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,反而今天五天后就要上路,而且地方政府要有一定额度的配合款,所以其实我相信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一个负担。 图TVBS 赖青德拍板,要扩大二金贴辅助,但地方得负担1乘5,等于要多花一倍预算,不知钱从哪里来,朱立伦抱怨不小,而朱,赖交锋还不止这一桩 行政院长赖青德 行政院长赖青德,10707.21,国民运动中心或者是托英中心不是不重要,但能够讲的话也是个小确幸 新北市长朱立伦,10707.26,赖院长在台南做的是零了,国民运动中心一个都还没有完成了 图TVBS 人民有感的小确幸,朱立伦反酸台南一个都没有,就连深澳电厂赖青德说要用前进的煤,朱立伦也枪声不发声煤许可证,前瞻经费,朱立伦曾当助赖青德面前抱怨新北市1%俱乐部,前瞻二期全排撒420亿元。 朱立伦也有微词,要赖院长别受太多政治因素干扰,让外界好奇,难道朱立伦把赖青德当成选总统的假想敌吗?新北市长朱立伦,我不会主动批评赖院长啦。 敌不动我就不动,朱立伦是否剑指总统大卫丝毫不松口,但昔日见周同窗,未来会不会在选举场上厮杀?朱,赖交锋也透露一些端倪。 新北市长朱立伦卸任后的下一步令外界相当好奇,尤其行政院长赖青德上任以来朱立伦就猛攻中央,火力还不小,似乎把赖青德当成选总统的假想敌。 两人多次隔空交锋,不过朱立伦对下一步的盘算丝毫不松口。 图TVBS 新北市长朱立伦,下一步12月25日再来思考。 卸任倒数不到5个月,新北市长朱立伦的下一步外界都在等答案,尤其最近炮火猛烈,全冲铸行政院长赖青德以来。 新北市长朱立伦,补助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,而而今天五天后就要上路,而且地方政府要有一定额度的配合款,所以其实我相信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一个突然而来的一个负担。 图TVBS 赖青德拍板,要扩大二金贴补助,但地方得负担1乘5,等于要多花一倍预算,不知钱从哪里来,朱立伦抱怨不小,而朱,赖交锋还不止这一桩。 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赖青德,10707.21,国民运动中心或者是脱英中心不是不重要,但能够讲的话也是个小确幸。 行政院长 新北市长朱立伦,10707.26,赖院长在台南做的是零了,国民运动中心一个都还没有完成了。 图TVBS 人民有感的小确幸,朱立伦反酸台南一个都没有,就连深澳电厂赖青德说要用前进的煤,朱立伦也枪声不发声没许可证,前瞻经费。 朱立伦曾当助赖青德面前抱怨新北市百分之一俱乐部,前瞻二期全台撒420亿元,朱立伦也有微词,要赖院长别受太多政治因素干扰,让外界好奇,难道朱立伦把赖青德当成选总统的假想敌吗? 新北市长朱立伦,我不会主动批评赖院长啦。 呃如何企为未有伤害? 迪不动我就不动,朱立伦是否剑指总统大卫丝毫不松口,但昔日剑中同窗,未来会不会在选举场上厮杀?朱,赖娇风也透露一些端倪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